回味744天 蔡总统走进会场 面对媒体 为的就是兵役延长一年 拍板定案 从2024年起 恢复一年期的义务一 我必须承认 这是一个无比困难的决定 不论外界压力 党内外反弹有多强烈 总统拍板 从2024年开始 义务一替代义 兵役延长一年 义务一实领薪水 也会提高到2320元 而首提使用对象 就是现在还在念高三学生的 94年次义男 会是全民的噩梦 他会在这个时候 做出非常危急全民的 很多不成熟的一个决定 完全只在于保护他自己 把重大的国安问题 当儿戏 当斗争的工具 真的是让人家 觉得非常的不齿 除了兵役延长 兵力结构也大调整 分为主战部队 守备部队 民防与后备四大区块 未来由志愿一组成 主战部队 而义务一组要 担刚守备部队 负责国土守备等任务 在政府记者会 还不忘强调抗中保台 我们有必要把 军队国防 武力和武器搞成这样吗 民进党台独政权 他所作所为造成的后果 大家都一起来承受吧 尤其一无一的训练 也更加严苛 入伍训练时间来到八周 除了体能战绩 战斗等基本四大类的训练 另外新增了战场抗压 战术训练 行军等项目 模组化的军事训练 一奶还得学习 红淮火箭飞弹 刺针飞弹 无人机等现代化的科技 全一时期打把数量 更是不能低于800发挥目标 美意唯一的依规 美国人说怎样就怎样 而不是有一个凝聚台湾的 整个的专业跟全民共识的过程 选前就不能讲 选后才能讲 那这种事情 简直就是把台湾人民当笨蛋嘛 民进党只有备战 但没有避战的准备 让台湾安全风险持续的升高 并延长拍板 总统亲上火线 兰淮也临时召开记者会 炮轰蔡政府不顾两岸 兵胸占位之际 让青年复战场 蔡总统魁为两年多 首场记者会继续刺激两岸关系 记者黄明君往事人台北采访报道 海黄鲍鱼干杯XO酱 里面有严选新鲜的顶级海鲜 跟蜜质的独家配方 还有富含胶原蛋白 还有年多糖 低脂肪的高蛋白 肉质鲜嫩 EPA跟DHA的含量更是丰富 现在购买还有优惠哦 输入我的优惠代码 ZTI714 享有折扣哦